在接下来的神道的端讲中 我会陆续和大家分享 菲利门书 这卷书是爱心与信心 饶恕与接纳 在信仰生活中的实践 也希望借此给大家带来 基督里的安慰和力量 以及属灵上的造就 菲利门书是使徒保罗 在贝丘罗马期间 写给菲利门的一份书信 菲利门是俄罗西的商人 保罗曾经带领他信主 后来他的家就成了 教会的聚会场所 保罗也称赞他有爱心 有信心 常行善事 这封书信当中提到的 另外一个主要人物 是阿尼西姆 他是菲利门家中的奴隶 可能偷窃了主人的财物 就潜逃到了罗马 后来遇到了保罗 他也接受了福音 而且还成为保罗的得力助手 为着属灵生命的益处 阿尼西姆要回到菲利门身边 弥补过失 修复关系 为此保罗就写信给菲利门 请求他饶恕和接纳阿尼西姆 并以主内地性的身份恩慈相待 因此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说 我们所有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 因为在菲利门书中 我们看见保罗如何为了一个逃跑的奴隶 甘愿谦卑自己 以一颗为父的心 向菲利门请求饶恕与接纳 他替代阿尼西姆偿还亏欠 好像是自己得罪了菲利门一样 就像基督为我们向父神求情一般 保罗也为阿尼西姆向菲利门求情 因为他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 刚才我简单介绍了菲利门书的原由和主旨 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问安这部分 这里面主要提到了这封书信的写信人和收件人和教会 所以我给这部分的话起了个小标题 叫神的人 神的家 我来为大家读下这段经文 菲利门书一章一到三节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我们所爱的同工菲利门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阿们 在这第一节当中保罗称自己是为耶稣基督被求的 这与保罗在其他书信中的称呼不太一样 比如罗马书一章一节 他这里面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那这里呢他强调的是作为神仆人的身份 使徒的权柄和从身而来的呼召和使命 然而当保罗在给菲利门写信的时候 他并没有使用这使徒的权柄 而是更加的柔和谦卑 称呼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虽然他身体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但属灵上在基督里仍然是自由的 保罗他自己不仅拥有基督里的丰盛 也希望这个被奴隶制所求的阿尼西姆 也能领受到超越奴隶制度规范的恩典和自由 那菲利门呢作为领受主的恩典 也是为基督做执事的人 当他看到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他为了一个奴隶而情真意切请求的时候 我相信这份爱 这份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 也能够感动他 也愿意顺服和效法 那保罗介绍写信人的时候 他把提摩太称为弟兄 其实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 保罗的用词是 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 这两种表达方式的不同 保罗可能也是在这里 特意淡化他的这个属灵权柄 强调主理皆为弟兄 这和保罗他要表达的 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为奴的 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的这个观念 是相辅相成的 那接下来保罗就问候这个收件人 保罗认为说 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督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保罗在这里称呼菲利门为同工 称呼菲利门的妻子亚非亚为妹子 称呼另外一位教会的同工雅基督 为同当兵的 其实作为神的工人 不仅意味着可能要承受苦难 时刻警醒 竭力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 同时也意味着神的工人的话 不是独行侠 而是一个团队 要彼此同心合一 佩搭来服侍 保罗把同工也称为同当兵的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想象当中的场景 就是同在一个阵线上 同在一个战壕里 为着共同的使命 面对共同的敌人 刺刀向外 背对背 彼此守护 其实哪怕是在士族的世界当中的话 战友也都是最浅的关系 是一个彼此托付性命的一个生死之交 那鼠灵战场上的同工 是比战友更宝贵的关系 因为所面对的鼠灵攻击 其实比刀剑更危险 那没有硝烟的战场 却关乎鼠灵的生命 关乎神在地上的家 和在天上永恒的国度 那保罗问候各位同工的同时 也向菲利门家中的教会来问安 初代教会 就是在家中来聚会 人们走进教会其实就是走进家中 教会应当有了家一般的亲切和温暖 其实不仅是在场所上 更重要的应该是在关系上 我们相互称呼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 都成为主内的一家人 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 更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样式 像家人一样 彼此相顾 彼此担待 彼此珍惜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诗歌 是神的家 这里面的歌词 也都写得非常的好 他说天父爱我们 为我们预备 一个充满爱 充满恩典的这家 喜乐彼此分享 重担彼此担当 神的儿女真有福 进入神的家 教会是地上的家 天堂是天上的家 满有神同在荣美的地方 教会是地上的家 天堂是天上的家 在地如在天 我们属他 愿今天的诗歌 和我们刚才细节分享 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 也正如像《非利门书》 一章三节所祝福的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也邀请大家 在接下来的小组当中 也继续为教会 为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一起地道 做一个祷告 天发爸感谢你 你在清晨的时候 召聚你的儿女到这里 因着基督的爱 我们这些本来是 彼此陌生的人 成为主内的一家人 就求你的爱 亲自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学会 彼此的饶恕和接纳 用从你而来的爱 一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就特别的求你恩待 我们的教会 恩待我们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爱当中 得到激励和成长 求你的圣灵 亲自在我们身上 做成要做成的工作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